四架F16半飛進行護送任務 總統蔡英文在疫情後 回為近四年的首度出訪 民主夥伴共融之旅 前往瓜地馬拉還有貝里斯 就在宏都拉斯跟我們斷交 而且還選在出訪前夕 這趟鞏固邦誼拼外交的力度也要加大 今天我們展開民主夥伴共融之旅 來回應友邦的誠職邀請 並且深化跟民主夥伴的合作交流 中國似乎可以操作 特別是出訪去沉過境紐約 總統將在華府智庫哈德去研究所演講 並獲頒全球領導力獎 回程過境洛杉磯 眾頭戲就是跟眾議院議長麥卡錫會晤 美國的朋友 美國有很多的朋友 有很多很多的朋友 美國行程低調不多談 但中國對總統的過境批評是挑釁 吳釗洩則是搭高分貝反抢 中國的反應是過度反應 而且中國的這種說法是很不妥時的 那作為一個民主國家 我們應該是跟其他的國家正常往來 新任的AIT主席羅森伯格 還有駐美代表蕭美琴親自接機 兩人也是首度接機 而雖然全球疫情已經趨緩 但出訪人訂定防疫計畫 落實相關防疫措施 專機上的防疫採高規格 萬一地上有成員確診的話 就會被帶到這個有九個位置 組成的防疫隔離區 並且用這個隔連隔起來 而且這個確診者 他還有自己專屬的這個洗手間 由專責的機組人員來進行服務 出訪也要顧及防疫 總統拼外交期待能有所突破 記者蕭美琴先生 在專機上的隨行採訪報導